原子少年人氣成員 林嘉誠以歐洲成功出道 13日他單獨出席品牌活動 真的是帥到無話可說啊 就是小的隊友我就發現 突然覺得好安靜 好沒有安全感 每天都見面 然後突然有一天 沒有見到隊友的時候 就會覺得 欸 好少了一些東西 而被問到同為原子少年 小孩的醜聞事件 現場款式訊間明節 那因為前陣子小孩的事件 你們是有私下關心他一下嗎 因為他昨天也宣布會贏嗎 對阿宣布會贏好嗎 自己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嗎 還是今天的穿單 得救了 騎車的時候被認出來是還好 就是我有一次是 在家裡附近騎摩托 然後唱歌唱開大聲 然後被 被以前的同學認出來 就是我回家之後 他就傳訊息給我 誒 剛剛在路上唱歌的是你嗎 然後說 誒 可能是喔 那他有評論說如何 沒有 他就聽到一個 一個人然後騎摩托車 然後唱很大聲 很唱 雖然演唱會目前還沒有計畫 但是我們 10月底的時候會 上架我們的 新的作品 預計啦 預計 對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喔 文婷可能會 展現出他一些特技 所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